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 中国大陆商务部发文反对 因为美国自6月21号起 禁止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 从原本就封杀的棉花番茄 扩大到全部货物 从2017年起 美国国会认为 中共在新疆拒压100多万维族人 强迫劳动 但这张建立全面执法之后 美国的棉花电池跟跳能板 都会受到冲击 美国在去年从中国进口 90亿美元的棉花产品 两成的美国服装含有新疆棉 是谎言的继续 也是美方打着人权幌子 对华进行打压的升级 更是美国肆意破坏国际经贸规则 而此时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指称 美英加奥牛组成的五眼联盟 正在收集编造证据 计划制造一系列所谓中国 对西方进行政治渗透 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日媒体爆出 台湾蔡英文当局 花了大把美元 购买同美国领导人通话 以及同美高层关于交往等机会 不知道这些 在五眼联盟的眼里 算是什么 但是在华府游说政治公关 都是正常的一项专业 根据公开资讯显示 去年美国整体游戏产业高达37亿美元 其中北京政府贡献了将近8300万美金 涌贯各国 台湾一年花320万美金 而这高达8000多万美金的公关成本 没有挡向美国对新疆产品的禁令 迎接7月可能败息再度通话之前 美中关系似乎不见缓和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